大家好,今天是我Snicky和師傅 3.16過了一個月,又到季尾了 今季經歷了兩次拓風配合執司大法之後 略有小成,有少許通貨儲備 馬拉佬有錢新行這些基本 打算試試學人玩一下黃道級流派千字力臭 何謂黃道級流派呢? 簡單來說就是萬用流派 打王打圖五玉都可以輕鬆傳稱 而黃道流派的缺點永遠就是最現實的問題 錢真的有賺貴 師傅拿著百幾二百EX以為自己很威風 在一個黃道需求面前都只是一個窮人 最後變成一個弱智力抽 幸好得到贊助雙金主鼎力支持之下 得而完成相關流派 當然亦都很順利輕鬆推到遊戲中所有內容 包括吳玉的復仇地圖、色界以及吳王挑戰賽等等 希望可以幫到有興趣欣賞最具觀賞價值流派之一 千字力抽的朋友們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進入地圖showcase部分 由於今次流派與以往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會以一個五玉復仇通貨地圖作示範 我們開始了 千字力抽 英文其實就是Instead Power Siphon 顧名思義就是堆疊智力的力量抽取流派 影片後方作示範就是黃道級清塗技能 Kinetic Brass力量爆破 而單體技能將會使用Power Siphon力量抽取 我們一步一步進行講解 千字千字為何要堆疊智力呢 智力除了提供魔力能量護盾之外 狩獵底或星空法杖上會有一條詞序 使用此武器攻擊每10點智慧附加1至6點的閃電傷害 如果角色機體達到2000字力以上 附加的閃電傷害將會高達1200點的閃電傷害 配合Power Siphon力量抽取 發射7個或更多投射物 同時帶有撲殺效果 以及擊中獲得暴擊球等等的加成 只要機體達標的說話 單體輸出將會高達3000萬甚至5000萬甚至再更高的傷害 配合千字的效果 我們有高的ES以及CI20肢體 機體將會有高達10000或更高的能量護盾 混沌免疫以及3000萬的單體輸出 從而完美整合一個非常超卓的攻守兼備流牌 千字力抽除了具備STIR的單體輸出技能之外 同時也會附帶一個力量爆破Kinetic Blast 也是一個STIR的清徒技能 而且Power Siphon和Kinetic Blast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非常配合千字帶來的閃電傷害效果 配合獵手的說話 清徒只需要邊走邊射 全地圖的怪物 無論你是見到還是見不到都會一起爆死 如果是打一些正常地圖的說話 可能兩分鐘裡面已經包括收拾東西 清掉整張地圖都是完全沒問題的 就算如影片一樣用來打五玉地圖 都可以輕鬆帶過 所以千字力抽力爆炸 就是一個黃道級流派應有的表現 優秀的單體輸出 基礎防禦層面 超卓的清徒能力 完美將每個玩家最想的東西融合於一身 力度 硬度 速度 一個流派包辦了 缺點就是 真是好貴 而且打造裝備上 並不是說有錢就大貴了 我們會在解說部分和大家一一長談這個裝備部分 由於五玉地圖真的很多東西打 打來打去還有東西出 頂你個廢 Tropical Island 晴空幽島第一層都未打完 已經跌到12層的尖望層數了 由此可見清徒能力是非常之超出 可惜蝙蝠有限 我們將會剪走它 解說部分再和大家展示打王的傷害 早安 大家好 又到了解說部分 今次解說部分將會由兩個部分組成 第一個部分就是探討千字力抽 為什麼會這麼貴 以及它的價錢分別在哪裡 就是我們第一部分要講解的 第二個部分將會是打王的傷害示範 同時第二部分我們將會用不同的裝備 一個就是金柱式的裝備 一個就是何師傅式的臭術用裝備之下 傷害分別有多大呢 我們就要探討的東西了 好 那我們正式開始了 第一個部分就是為什麼這麼貴 以及價錢分別在哪裡 就是我們第一個討論的重點 我們由星團部分著手 玩這個InStacker 又或者就算堆力也好 其實12天賦的星團是非常之重要的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是我們要探討的東西 本身我們的角色機體 目前就是1482的致力 我們還有一組星團未用的 我們將會用上三組這些星團 一組 兩組 然後第三組 也是我們的講解部分 留意這些數字就是1482 當我們用上這顆垃圾星團 這顆就是何師傅的星團 就是窮人才會用的 就是它有12的passive 12天賦 然後它會附帶7點的智力 我們用上之後 將會有10點的天賦給我們點 總共加起來就是70點的智力 和100的法術傷害 同時還有40的全抗 用了之後 抗四也會爆發出來 然後智力也會從1482到1591 大概多了100點左右 這個就是一個普通星團 我們帶來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們用上金主式的星團 和這個分別呢 金主式的星團和這個分別呢 就是本身它們有這個 3的全能力值 8的智力 和12點的maximal manager shield 即是能量護盾 和35%的 這個35%就是很多新手朋友 那這個35%究竟有什麼用呢 我們插上去之後 本身我們是加8加3 那進入到這個星團之後 因為有30%的加成之下 就變成了加10加4 變成1點天賦 就已經有14點的智力了 那如果這樣情況之下 我們將這個加成成10的雪環呢 那我們就由1482 就去到1700 僅僅就是一顆星團 就為我們帶來了大概100到200點的智力 僅僅是一顆星團的分別 那如果我們是有3顆這一組的星團 都是加3加8 即是變成會加14 同時這個就是加3 也是加全抗的 去到最後變成加10加4 即這裡就會100點的智力 然後這一點又是 這個又是金主式的星團 那我們又看到它本身就是 加9加5 又會變成加14的智力 那就變成一個分別 如果本身我們用普通的說話 就是加7點 現在我們用了金主式的星團 就變成加14點 足足多了一倍 如果一個有分別的話 就會變成有70點的智力分別 當我們用上3組的說話 就會有幾百 二三百的分別 還未計算我們的更多 %intelligent 即是這個%智力的追憶底的部分 這樣的說話 我們的機體就會變成 剛剛千四 一顆星團 和一條皮帶 再加上一顆珠寶 就已經去到2086了 僅僅是一條皮帶 和這個星團 因為剛剛那兩顆 都是沒有 都沒有脫下來的 大家看到那個裝備的分別 去到有幾大了 而這顆星團的價錢 是50-120EX不等的 還未必有人賣給你 所以那個裝備的分別 是非常非常之大 這也是第一個解說的部分 就是跟大家探討一下 InStacker這個智力 或者是力量都好 一堆疊的時候 是需要12星團 而不是8星團 而它35%和25%的分別有多大呢 就是我們要討論的事情 也要解釋的事情 那我們進入第二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 就是傷害部分的分別 這一組裝備就是金主式的裝備 來的 詳情在文字寶原上的Paste Spin 將會見到兩個Paste Spin 一個就是普通入門版的裝備 也是金主賺助的 然後有一個金主式的裝備 就是金主在用的裝備 究竟分別會有多大呢 我們首先由不同的部位去講解的話 可能後年都未講完 所以我們直接進入這個地圖 Showcase 部分 首先讓我換成一個普通的裝備 跟大家展示一下 在普通裝備之後 我們想說究竟是怎樣 稍等一回 好 經過一輪換裝之後 現在我身上的裝備 就是一個標配版的裝備 而下面這一身就是高配版的裝備 真正的法拉里 我們先看看分別 我們在目前來說 就有2226的自力 力量抽取免版的數字 就是1795 大概18萬左右 我們就進入這個Maven地圖 試試DPS的傷害 究竟有多大分別 大家謹記 現在這個是標配版的傷害 我們去到這個打王部分 開回相關的東西 然後呢 等一會 my collection 之後就開回相關的被奧術落印 然後就等它下來 我們就進行威脅 這個就是普通版的傷害 大家看到的傷害 都是比較浮少少的 可能都是在擋打大概5-7秒左右 才把第一個Phase打完 然後我們去到這個部分 又是開回相關的奧術落印 增加這個傷害 就是關於詛咒的 然後我們right kick到 大概又是5-6秒 傷害的樣貌就是這樣 接下來這個部分 就無謂跟大家再講 或者是再打下去 或者是全條片出 因為不知道要搞到什麼時候 我玩完這個 打完這一轉之後 我就會出去再換裝 做一個示範 就稍等稍等 鏡頭一轉就已經打完了 還掉了 運氣非常不錯 我們繼續講解 我們已經換回金柱式的裝備 究竟金柱式的裝備 跟我們本身的裝備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戒指就是師傅自己的 大家看到 只不過是一個精髓點出來的智力 就有兩個抗性 然後就有一個打上去的元素傷害 但是金柱的戒指呢 他是用這個暴擊加成的精髓點出來 直到有一個智力出現 他才會停手的 而這個戒指呢 他是有兩隻的 那即是換句話說 金柱的暴擊加成方面 僅僅是戒指部分 已經比我多48 還有武器方面呢 大家看到這個武器 他是沒有一個基本的電箱在上面 而金柱的把 是有基本的電箱在上面 基本上金柱的武器呢 是會大力很多 戒指也會大力很多 但是當我們真正進入地圖之後 看看那個分別會有多大 其實已經NG了一次的了 但是沒辦法啦 你知道打王這些 還用我說話呢 又不想那麼多dead air 其實很難的 但anyway 我們就試多一次啦 同樣地又是我們打開相關的奧術 諾印增加相關傷害 我們先等他下來 然後呢 就開始進行攻擊了 大家看到那個血量 是扣得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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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看看這個波波 這個腦的部分 傷害分別會有多大 大家需要知道一件事 或者要理解一個理論 就是 如果我們打一隻王的時候 需要5秒或者10秒 如果我們要再進一步的話 其實都可能推多1-2秒而已 但是假設我們打王的時候 需要10秒就打完一個階段 如果我們下一步可能是7秒的話 其實已經快了30%了 那個速度 當你打得10隻20隻來講 分別就會很明顯的了 大家見到在打王部分方面 那個血量是扣得快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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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這個 裝備上儘管本身已經用著 非常昂貴的裝備都好 但是在這個金錢之下 是沒有盡頭的 而且大家也都很明顯見到 真是給錢堆砌的說話 那個價錢分別會有多大 那大家見到我們打老的部分 剛剛有藥水有爆發的情況下 是比剛剛可能快了有一倍多的 但是那個裝備可能僅僅是因為 有個不同的空甲啊 不同的附魔啊 各樣的那些 就已經做到相關的效果了 所以大家知道那個金錢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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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沒辦法了 在說話怎麼記得後面做什麼呢 Anyway 那今次的解說部分就到此為止 大家已經看到在一個裝備 儘管只是有少少分別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星團裡面 可能會有多70點的智力 我們在武器方面 可能僅僅是一個點傷的分別 然後兩隻戒指加持之下 可能只不過是一個48提升的倍加成之下 還有種種不同的加持之下 那個分別其實都可以在一個 這個Mavon裡面看到是非常明顯的 那今天的解說部分到此為止 我進去打完它 大致上就是今上下了 長城的文字寶 終於提供天賦製品 技能連結以及裝備的選擇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到blog 看看相關的資料 Sion Instead Power Siphon 貴族千字力抽的評分就預下了 輸出方面是會有9分 作為王道級的流派 不論是在清徒能力 還是單體輸出上面 都有著極優秀的傷害 9分的傷害絕對不容置疑 唯一的缺點就是 對於師傅這些殘障人士 不是太友善 因為真的要瞄準 瞄不準打不中 都是0DPS 所以跟之前滿分輸出的 升風消失相比 相差1分9分 生存方面只有6分 雖然有著1萬 或者更高的能量護盾加持 很可惜除了能量護盾高之外 並沒有任何防禦手段 幸好、流派技能、可軟弓、可顏射 在有一定機動性配合高護盾之下 其實暴斃的情況也是十分少 生存能力其實比相像中好的 6分 速度方面會有9分 力爆的清徒能力就不需要再多作介紹 配合獵手的說話更加是亂 相信只有當年真飛車的Brave Fortress 飛引風暴以及豪華版電節 這一類十分的跑跑流可以相提並論 所以9分完成 造價方面要Unclassified 如影片解說所說 有錢你都未必做到相關的完美裝備 在這個前提下造價這個分數已經毫無意義 畢竟一個黃道級流派 如果用性價比例去估算的話 實在不太適合 除了銀主盤之外 你何時有聽過法拉里和底賣可以扯上關係呢? 綜合評分8分 信仰黃道型流派之一 撇除造價來說千字力抽 整體遊玩感受與一般流派有著極大的區別 完美的清徒能力 優秀的單體輸出 足夠有餘的能量護盾 只要你有錢 整個流派不管在任何內容之下 都接近毫無破綻 唯一的缺點就是真的不夠錢 在缺乏資源之下連起動都做不到 藥字和千字都只是一線之差 要做到相關影片效果 真是每一件裝備 每一顆星團都要達到標準 千字力抽可以成為一個旺道信仰型流派 除了它貴和強勁之外 也充分表現了POE這個遊戲 最令人又愛又恨的地方 任性 只要你有能力 有資源的說話 藥字都可以全清 千字力抽長居忍者網 榜上絕對是有其原因 真的很爽快 人一輩子一輩子 有機會真的要嘗試 好了 今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再一次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幫到這些說話 請記得訂閱何師傅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IG 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 有請 有請 過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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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Nã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